中国又一艘新舰即将入役海军 命名已确定 巴西网友羡慕 如果中国海军退役不用了 可以卖给我们巴西海军 去年海军可以说喜讯频传 无论是国产航母 新型两栖攻击舰 还是055大型驱逐舰的入列 都令国人兴奋不已 但很少有人关心海军轻型舰艇的动态 据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最新一艘056护卫舰即将入役 命名为阿爸号 12月底 阿爸州政府代表和军分区司令员 在海军接舰人员的陪同下 参观了即将入役的新舰 阿爸州副州长宣读了对海军阿爸舰的祝贺信 并代表阿爸州和海军某部签订了军地共舰协议 并互赠了纪念品 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 我军的轻型护卫舰采用中小城市的名字命名 而阿爸舰使我军少量以少数民族自治州命名的舰艇 据部分媒体报道 该舰或许将成为中国建造的最后一艘056轻型护卫舰 在2019年12月刚刚完工验收 该舰未来将加入南海舰队 成为巡航南海领域的重要力量 首艘056型护卫舰于2012年推出 在中国海军中属于较新型的舰只 该型舰在过去8年中共建造了近60艘 是中国海军下饺子历程中数量最大的一款 构成了解放军海军近海作战力量的中间 该舰也大量出口 为我国军工企业挣得了不少外汇 据《环球时报》报道 尽管056型的性能不算完美 未来也还有潜力可挖 但中国仍将停止056型的生产 转而将主要产能和造船队伍 集中于更大型的远洋舰只 大多数056型护卫舰由互东造船厂建造 目前互东造船厂正在建造的主力舰艇 是075型两栖攻击舰 未来各大舰队的驱护舰队 可能会分别以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为核心 组建航母战斗群和两栖攻击群 所以海军仍需要055或052D型的大型驱逐舰 而常规的高强度的近海巡逻直协任务 将完全由056型舰只完成 由于数量高达60艘 可以说基本无余 056是为中国海军量身定做的轻型护卫舰 虽然其性能在国际同类型轻型护卫舰中 只能算一般 但价格便宜适合大量建造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我海军所有近爱力量的更新 如果当初056的标准定得更高 恐怕就无法在这样的时间内 完成如此之大的装备量 并形成可靠的战斗力 中国海军走向远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而我国从传统的陆权国家 发展为海权国家 仍有艰苦而长期的路要走 另外有巴西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最近接收的056型护卫舰 同时也引起巴西网友评论 真令人羡慕 如果中国海军退役不用了 可以卖给我们巴西海军